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让民众每天都能喝到不同的有机茶 尤其在现场设置的如同厨房一般的料理台 也就是中岛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后面有一个中岛 那这中岛的地方呢 其实是最重要的位置 那我们就希望把最重要的位置留给最重要的人 也就是我们的茶农 你想要喝遍台湾的有机茶 每天你来到我们有机茶主题馆 都会有十个茶农来为您做奉茶 有机茶主题馆邀请台湾有机茶农 在十天的活动中轮流登场 每天十个茶农 精选自家最好的一款茶 请民众品尝 那今天带来的就是 在今年有机茶比赛 获得翠娃选的乌龙茶的姐妹茶 这样来跟大家分享 这一两年把有机茶都聚集在一起 让大家可以比较容易认识有机茶的味道 这样 然后一次可以尝到不同种类的有机茶 那因为我今天推的茶主要是有机绿茶 那我全部都是很嫩叶菜的 有一个客人就跟我讲说 喝起来怎么那么像日本的玉露 根据农粮署今年8月的统计 台湾一共有299户有机茶农 耕作面积大约420公顷 那光我们这有机茶主题馆呢 我们其实就有100个农友 就代表我们三分之一的农友都在我们的馆内 那面积呢其实是占所有台湾的面积是二分之一这样 所以其实这一馆可以说是台湾有机茶 非常代表性的一馆 品尝台湾100款有机茶的活动 将进行到10月18日 南投茶叶博览会结束当天 有兴趣的民众不妨走一趟南投中心新村 找寻对位的有机茶 记者陈佳乐台中报道